森林传统在佛教的历史可以追逐到佛陀的时代 佛陀曾在菩提茄耶附近的森林中进行冥想和苦行 经过六年的禅修 最终在菩提树下达到了觉醒 许多佛陀的杰出弟子 如阿南尊者和摩和家业尊者 都是严格的森林修行者 经过几个世纪的传承 森林传统在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南传佛教国家得以保留 然而森林传统二十世纪初在泰国的复兴 使其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广为人知 在十九世纪 纳玛斯是蒙古称为泰国的国王 在执政之前 蒙古曾经出家为僧二十七年 对泰国的佛教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 他对当时泰国佛教徒不守戒律 不传正法的现象感到不满和忧虑 蒙古认为 他所处的时代 僧吕已难以通过修行达到国位 因此成为僧吕的目标 应侧重于提升个人的道德品质和维护正法的传承 要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遵循佛陀教法 学经典、守戒律 才能保留原始佛教的精髓 因此 他成为国王后 开始对泰国佛教进行改革 这场改革被称为法宗运动 法宗运动和法宗派息息相关 蒙古在出家期间创立了法宗派 这是一个强调严格遵守戒律 并重视学习经典的佛教派别 他继位后修改法宗派僧侣规范 以王室的名义积极推广这一派别和他的理念 蒙古坚信学习八例经典比禅修更为重要 主张弘扬佛法应当遵循佛陀经典 而不是依赖于民间的神秘信仰和民信 他提倡法宗派的实践 应致力于恢复佛教的原貌 泰国佛教的其他派别都被他划归大宗派 泰国的佛教从此分成法宗派和大宗派 瓦齐拉秧秉承了他附近的佛教改革理念 但更加注重对佛教组织和管理的规范和统一 他建立了僧邪教育体系 明确了僧人考取学位和升迁法界的标准 通过引入僧吕的等级制度 系统地组织了法宗派的学习以及传承体系 这个等级制度确保了僧吕的学习和修行是有组织的 同时也为传法授徒提供了一种标准化的方式 每个等级都有具体的学习内容和考试要求 这使得法界的晋升更加透明和可量化 正因如此 瓦奇拉秧被称为泰国佛教现代化的奠基人 然而在泰国推动佛教改革的过程中有一种现象 就是对禅修持否定的态度 事实上有一部分人认为 如今的社会禅修已经没有用处了 因为古代佛典中提到的那些精神境界 如觉醒和涅槃 在现在这个腐化堕落的世俗社会中已经无法实现 泰国森林派的发起人阿江曼尊者并不认可这样的说法 他主张通过苦行 戒律和禅修来实践佛教的真理 而不是仅仅依靠理论和书本 只有通过亲身体验才能真正了解佛法 才能证悟和解脱 尽管尊者接受了泰国佛教法宗派的一些教义 如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传播 以及对僧侣的教育和管理 但他强调实际经验比理论学习更为关键 学习经典固然可以增加知识 但不能改变心性 不能消除烦恼 不能证悟佛法 他坚信 只有通过实践 才能真正领悟佛教的精髓 出生在泰国乌问府 一个农民家庭的阿江曼尊者 成年后出家为僧 学习一些基础的禅修和戒律准则 但他迅速认识到 若要深化冥想实践 效仿佛陀及其误导弟子的榜样 就得抛却城市寺庙的安逸与干扰 踏足茂密的森林与郡峭的山脉 寻找隐居和洞察的机缘 泰国森林派的修行方法 主要包括深入的禅修和苦行的实践 阿江曼尊者在二十世纪初 成为森林派的奠基人 他推广这样的修行方式 他的传授主要聚焦于 森林行者的生活和禅修的深入方法 这些行者通常被称为 投驼僧或苦行僧 他们必须严格遵循 佛陀经典中提到的十三项苦行 特别是每天吃一顿 远离城市接近自然 在荒庇之地居住 以及过简朴生活等戒律 森林派的修行 强调对原始佛教教义的遵循 以及对禅修的深入实践 这些僧侣一般会选择 在森林中进行苦行 以追求心灵的觉醒和解脱 对修行方式的坚定选择 表达了他们 对觉悟解脱的深信不疑 阿将曼尊者 将禅修事件 融入到修行中 禅修通常指 全神贯注地 投入到冥想和觉察的过程中 涵盖了各种冥想和觉察的事件 这可能包括坐禅 行禅 观察呼吸 身体扫描 觉知静坐等 在这个过程中 修行者努力保持专注 不受杂念干扰 以培养心灵的平静和觉知 修行者通过专注观察呼吸 培养专注力和意识 无论何时何地 都保持对当前经验的觉察 通过观察身体感觉 思维和情绪 深入理解自身和心灵 培养智慧 修行者还会培养深度专注和禅定 以提高对真理的洞察力 通过冥想 修行者深入理解佛教的四圣地 和存在的三个特征 以实现对生命和现实的深刻理解 最终达到觉悟和解脱的目标 这些都是冥想实践的关键元素 阿江曼的森林生活 吸引了许多有志于开悟的僧侣 他们加入了这个苦行的修行生活 这些僧侣来自不同的背景 但都被阿江曼的修行方法和教导所吸引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从阿江曼那里得到启发的僧侣 成为了杰出的森林派大师 他们继续传承并发扬阿江曼的修行传统 这些大师包括阿江礼 阿江马哈布瓦 阿江查等等 阿江曼尊者有许多才华横溢的弟子 其中最著名的是阿江查尊者 阿江查尊者也同样出生在泰国的乌文府 在年少时 他表现出对禅修和僧侣生活的浓厚兴趣 出家为僧后 他在传统的寺庙系统中 接受教育和修行 年轻时四处游历 在森林或寺庙居住 不仅向多位老师求教 他也一直专注于冥想事件 1954年 在乌文府附近的一片荒凉之地上 这位阿江曼尊者的得意弟子 创建了森林道场 巴彭寺 这个地方后来成为泰国森林派的中心 他的寺庙吸引了许多年轻人 和渴望深度修行的僧侣 阿江查尊者是禅修实践的坚定支持者 注重实践的重要性 他鼓励弟子们将禅修融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作为广受欢迎的森林派大师 他创立了泰国最大的森林寺院群 吸引了许多来自西方的佛教徒 在1975年 他在巴彭寺附近 为英语僧侣建造了第一座国际森林寺庙 此后 陆续在世界各地设立了多个分次 这些位于国外的森林寺庙 指导追随者如何遵守戒律 进行苦修和冥想 以完全理解佛陀所传授的真理 他们还创作了大量的书籍 进行了许多演讲 这些资料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这种传播的效果 使得这些森林派的僧侣和修行者的影响力 逐步扩大到全球 吸引了来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众多人士 使他们纷纷投身于森林派的佛教实践 森林传统是一种灵活且具有高度适应性的修行方式 它鼓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性格 能力和环境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修行方法 森林派并不是佛教的一个独立或特有的教派 只是一种遵循原始佛教的修行方式 它是南传佛教传统的一部分 深深植根于巴黎经典 森林传统并不是在反对或与佛陀的教导相冲突 而是力求以最实际和有效的方式应用这些教义 这种传统不仅适用于僧侣 也适用于所有对佛教有深厚兴趣 并愿意全心全意进行苦修的人 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同时 过上简单而有意义的生活 这种方式适用于所有追求内心平静和清晰 能够洞察事物本质的人 同样 它也适用于所有在现实中寻求觉醒 从中感受到快乐的人 泰国森林派源于佛陀和他的弟子们 在森林中进行冥想和苦心的传统 在二十世纪初 阿江曼尊者在泰国重新振兴了这一传统 作为对当时佛教改革和现代化的回应和挑战 他强调通过直接的经验和禅修 来体悟佛法的真理并追求解脱 而不仅仅依赖于学习经典和遵守戒律 他吸引了许多有志于觉醒的僧侣 以及在家中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僧团和寺院网络 对泰国和全球的佛教发展产生了影响 好